你上我车 干嘛呀 大姐 别说话 好好好 人呢 不知道 那有人 走 去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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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兄弟有事吗 哎 小姐 你上我车干嘛呀 你看没看到 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 穿着破译啰嗦的 哦 看到了 往那边跑了 走 小姑娘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我跟我老乡出来打工 没想到他们是传销 把我的手机和银号卡全部拿走了 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想回家 走 上车 我送你去车站 谢谢 谢谢 小姑娘 你坐好 我送你去车站 谢谢你美女 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小姑娘 小姑娘 火车站到了 以后出门啊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注意人身安全 姑娘 我这里呢 有六百块钱 你拿去买张火车票 顺便买点吃的 赶紧回家吧 大姐 谢谢你 不用谢小姑娘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是谁碰到这种事情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善良永远不会迟到 正义也永远不会缺席 祝你平安到家 真心谢谢你大姐 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谢谢你 家人们 希望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 都能提高警惕 警防传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